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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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有一次他那时候贪污案他也是被打 被打他就很气他就找人家打马航九然后就开始打互邦 才打一天就互邦的老板就写信给他自己写信的 这个老板是法律系毕业哦 蔡万财是法律系的哦 写给陈水扁 对 就跟他讲说你怎么可以这样 就说这我们是完全没有那个啊 就说完全没有什么跟马航九完全没有什么利益出送 然后他提供很多证据 用一包一个包裹进去总统给陈水扁看 他是一个成年老案 成年老案但是还可以打出心意 因为像这种九个章这种事情我们也都没见过啊 对不对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廖老师 廖老师这两个里面其实是不是真的 让大家会觉得说里面还是弊端重重 怡云重重 马英九你真的没有讲清楚吗 其实哦 是民进党的人哦 故意把它弄得说看起来像怡云重重的 九个章 很简单 九个章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要这两个都是公开上市的公司 一个互邦 一个北银 这两个那时候都有股价的哦 那时候北银是二十几块二十七块左右大概 要合并了 对 要合并了 这是法律上规定哦 如果你提早消息泄露出去的话 那这里面对不起 可能那些交易哦 所以我所了解的 我所了解的 那时候的董事会是 今天下午接到电话 明天要开董事会 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 他就是有一个沉淀期嘛 所以你知道消息之后多少年 所以他在最短时间内 最短时间内 把这个事情搞定 然后不影响市场的交易 他就用这个来对比蔡英文的六天搞定 他说你讲蔡英文 半天搞定啊 那不是更可怕 对 他其实啊 这个就是要骗老百姓 你知道吗 其实你仔细一了解就知道 这个消息在市场上 最少搞十个月以上 为什么 就是这个公文 九个人签的公文的之前 之前已经 已经有十个月了 十个月 十个月只有十个以上 就是由这个很国际有名的 这个加速高盛 来整个做 然后定案的时候 对 因为你不能够在股票市场上 你不能在里面 有内线交易的问题 所以要在最短时间之内 所谓的冻结起 要把消息全部冻结掉 所以所以他说 这里面赶快把它签掉 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再提供一个消息 这里面啊 这个那时候的总经理叫丁宇康 当马云局在连任的时候啊 他就提醒他 他说 这个市长啊 这个我们知道啊 他们对你这个案 可能有兴趣想打 你要不要 是不是 我们就等到你连任以后 再来进行 马很清楚告诉他说 来 我尊重专业 其他你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政治的东西 因为他心坦荡荡嘛 所以你看 这一个他把这个章都列出来 所以你看 去韩台北银行去韩市政府 就说因为他们已经定案了 他们要跟富邦合并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 一连签 签到马云九 半天的时间 然后你看 台北银行在下午1点30分 召开董事 临时董事会 就宣布了 为什么要在1点30分 因为股票收盘了 而在91年的时候 我们也查了一下 那个时候的股票收盘时间 是中午12点 并不是下午1点半 所以他在下午的1点半 就是收盘之后一个半小时 公布这项重大的合并讯息 没有任何人可以在里面 有内线交易的机会 对 办案的 这样子看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解读啊 正常啊 过去我在 这个算是正常的吗 正常 过去我在调查单位 这种事情也常常干啊 因为我要针对哪一家公司 或者是哪一个人 要行动的时候 你也要等他收盘 我两个小时之内 不是收盘啊 趁这个要 这个上班 要行动之前的一个小时 一个两个小时 我甚至盖了20个章都有可能啊 因为我拿着这个券 掌握那个不能够泄密 对不对 不可以泄密 持批抱着这个券 跟这个谁报告一下 好马上就盖章 马上盖章 一路一路盖上去 盖了13个章啊 常常一个小时就盖完 一个小时盖完 然后就行动 就马上就行动啊 我不能前一天动啊 你们是怕说 万一签的时间长了 就会有人泄漏 会有人泄密 为什么呢 我们持批完了以后 就召集相关的同仁 进来 进来以后手机关掉 不准出去了 我们开始要行动了 那这种常有的事情 过去行政单位 也很多这种事情 过去我常常办案 哎呦有人捡起哦 说某某案啊 人家怎么半天之内 二十几个章 马上就盖完了 一查 结果是急难救助 因为风灾啊 那个堤防崩掉了 急难救助 谁敢耽误啊 所以说这种前一之计 常有的事情 可是你看人家半天好吧 你们就讲说人家怕什么内线交易 所以半天就签了九个章 就把这件事情给搞定了 不要管前面已经搞了十个月了 但是宇昌爱六天啊 比他还久啊 对所以如果这个没有问题的话 宇昌爱六天就更没有问题了 关键不在时间 问题在于金钱 如果钱的流向很清楚 没有图立自己的问题 坦白说 一个小时盖三十个章也没问题啊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没有人看过说富邦全部的资料 本人有看过 就是富邦跟北营合并 2005年国民党内部 在选党主席的时候 就有人报过来 给马先生的另外一个竞争对手 王院长 去看了看说这个要不要去报 后来大家看了一下 这个在行政程序上完全合法 而且金钱的流向非常清楚 跟马先生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图立自己的问题啊 所以公务员会有问题 不是在图立他人 只要是图立社会大众 基于公共利益 这都不会有问题 参文问题不是时间啊 你六天跟六十个天 六个小时 谁在乎 大家在问的是 你为什么左手跟右手之间 他的利益回并问题 没有做好 这个是关键 简单的说 钱走到哪里去啦 你有拿到好处吗 民众要自己的 是说你现在做 行政的困惑中 就这样做 大家觉得说 虽然说 杀你没办法 在整个行政程序当中 看起来似乎合法 但是心情不好 大家散到要去 结果 你1980这么快就能够赚到钱 所以其实富邦案 富贵要人帮啦 但宇昌吃肉又吃汤啦 所以坦白讲 这个问题 不要进入细节 进入细节 就真的变 污贼战了 一个关键字 谁拿到好处 谁拿到钱 就是这样 谁拿到好处 这个好处跟自己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 简单就是这样 你是怎么自己 做这个行政的困惑中 有法度 让自己可以赚1980 对 把他都亏集 也许当时你是处于善意 你没想到你后面要选总统 但是 开始没适合就没适合 下这个要适合就没问题 你如果挨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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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说适可而止 这是适子吗 不是 适子说可以止了 这个问题大概是 现在问题关键 我最后一个字就是 仅仅 仅仅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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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个事情呢 因为用这一章来对照 就是刚才赖老师讲说 对照就是 宇昌案 你家六天 你半天 签了这么多人 宇昌案几个人签 三个人签 三个人 最后剩两个人 最后剩两个人 要不是 连那个苏贞昌都没得签 要不是我们立法院要求解密 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 他就是好 六天签了宇昌案 他说这也是很快 你们也说很快 我们也是 照你们这个来讲 我们还比较慢一点 请问一下 这个是为了 为了整个股市的秩序 为了不要有内线交易的问题 所以快速的签掉 那请问宇昌案 有上市吗 有股市的这个顾虑吗 有内线交易的问题吗 签的时候连公司都没有 连公司都没有 请问一下 那六天就不能跟这个半天相比了吧 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这是橘子跟香蕉不一样吧 对不对 所以你看第二次 为什么不给苏贞昌签 苏贞昌没有多久就辞职 因为他被边缘化 我连账都没得签 对不对 上面签 何美一是签什么 五个字啊 专程副院长 上面没有院长 上面没有院长 没有院长的位置 那时候为什么要这样 都讲好了嘛 都讲好了 为什么要讲好 因为已经看到兰华来势汹汹 准备要把兰华干掉 所以兰华是 等于说美国跟高益仁他们合作的那一家嘛 所以才会用这个批立手段 然后再蔡英文 批排除苏贞昌的那个公文 第二就是批准了以后 第二天就告诉兰华说 你们没有了 你们没有了 所以小董现在搞懂了 为什么这个事签九个章 是为了要不要有内线交易的问题 但是宇昌六天就签完 是为了要内线交易 因为要内线交易 因为要内线交易 所以怕人家来讲 因为南华案已经在前面 所以要把他人家排除 哇 现在这样子搞懂了 现在才清楚了 我其实在想说 这种案子 为什么现在 绿营传出来说 要适可而止的声音 到底这个案子 现在打富邦 马英九跟富邦的问题 为什么会对蔡英文伤筋动骨 我们待会回来